当播足球快信 2021年12月9日 曼联玉服寿年轻人 星期四凌晨 欧冠联分组赛F组继续友好戏上演 其中一场曼联将会助阵澳脱幅球场对阵年轻人 双方守循环交锋年轻人原场前撕杀曼联 令后者遭遇欧冠联开门黑 今次轮到曼联座拥主场之利 球队必然希望保守循环的一战之仇 今次曼联值得体高一线 经过换瑞风波之后 曼联近期表现开始有点回暖 包括卡力克大队的比赛 曼联近四将各项赛 是拿到三胜一和的不败战绩 由于工作症的原因 上将对阵水晶宫先是 拉尔夫朗尼克首场执教的比赛 最终凭住费特洛迪古斯入球 曼联中将送了拉尔夫朗尼克一个美满的见面礼 踢完五轮欧冠联分组赛 曼联六得三胜一和一副的战绩 期间共射入十个波失七个 无论是进攻或防守都是那个小组中并列最好的数据 对于已经提前晋级16强赛的曼联来讲 迎战年轻人的比赛 胜负可谓无关痛痒 但不排除金将曼联会派出朗拿道 跡顿新组和班努费南迪斯等主力出战 因为现阶段来讲 这场比赛正正是球队 和主帅互相磨合的好机会 拉尔夫朗尼克在战术方面有着自己的特点 要知道他在2018-19赛贵执教阿比来比锡期间 全队攻入了63个波 熟联赛前四的进攻火力 而今季曼联阵中同样不缺角路进攻好手 拥有欧贯联之王之称的朗拿道 今季在已经在欧贯联中射入6个波 状态可见十分出众 在拉尔夫朗尼克辉下 他的表现同样令人期待 面对实力不及几对的年轻人 状态上升的曼联有望延续胜值 在阵容方面 后卫拉菲尔·华拉尼 同中场保罗普巴等人 因伤无波踢 另一边伤 年轻人在已经进行了五场的欧贯联分组赛中 球队拿到1胜1和3负的战绩 已经提前无缘出线资格 不过 他们还可以争夺小组第三位 禁让球队仍有机会征战欧洲联赛 但第六场欧贯联要赶赴客场对阵曼联 对于年轻人而言 难度非常大 因为球队在今届欧贯联分组赛的两次出征都杀雨而归 其间还一个球都入不到 回到瑞士超赛场 年轻人的作客表现 同样不算出众 前八次联赛客场作战 球队录得三胜两和三负的战绩 换言之年轻人出征不赢球的纪律高达六成 球队头号射手佐敦斯巴哲奥能在客场攻入五个球 但他们在客场 军场失足1.38个 加上年轻人最近在联赛中表现麻麻 今次面对复仇深切的曼联 年轻人败走欧脱幅球场一点都不出奇 阵容方面 中场艾斯迪班帕迪拿特 同前锋菲力斯曼彬比等人 因伤无缘上阵 中场基斯颠法斯拿志 同发比安列达则因病不可以出场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同赞我们的专页